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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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在你的车唷 什么车啊 你很熟诶,在说你是什么车? 就乐社车啊 乐社车美 你很low诶,但是乐社车 不然是什么车? 呐? 就贝多芬的给阿丽丝了 你是说那个听不见 然后还可以当当当的 对 诶,我这玩的超好玩! 玩有游戏的环境 你看 什么东西啊 你看 这里 幼童的超级贝多芬GO 先开始动画 欣赏贝多芬的故事 1770年12月17日 贝多芬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波昂寺出身 家境清寒贫穷 贝多芬的生活刻苦也一生都没有结婚 耗尽了贝多芬剩余的经历 之后一连串的疾病 使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 最后一部作品在1827年3月26日完成 贝多芬也享年57岁 病逝于维也纳 这就是贝多芬精彩的一生 看完动画我们接着开始游戏吧 使用方向键能让贝多芬跑 还有跳 操作物件能让贝多芬得到音符 我们可以使用012345弹出美妙的音乐 开始弹钢琴咯 我们现在要弹奏的曲子是贝多芬的快乐手 然后按照字面上的字卡弹出正确的声音 我们进入贝多芬的音乐配对 首先按视听音乐键 点选左边的播放钮 来到试听每一首曲子 试听每一首曲子 试听每一首曲子 我们可以开始测验咯 点选右边的播放键 将听到的曲子拉至正确的名称里 如果错误的话就无法成功放上哦 请将下面的图正确配对到上面的框格 开始配对 配对完成 这就是贝多芬你们懂了没啊 这就是贝多芬你们懂了没啊 就被你们说的这个游戏美败吧 原来贝多芬一声精彩 而且他的音乐也很好听哦 而且透过游戏我们对古典音乐更加没有距离哦 这个游戏呢 闯关 配对 钢琴 Bravo